每天录音一小时 在家接单养活自己 零基础学配音 靠声音月入上万 只需9.9元 喜马拉雅师录音师极缺 挑战高薪复业 宝妈在家也能赚钱 哈喽大家好 继续松果财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种低价培训配音的广告 开始充斥抖音快手微信 等各种互联网平台 广告语中隐隐透露出的 低门槛高回报 让人看得蠢蠢欲动 而广告中那些宝妈 大学生兼职赴业 直击目标用户人群的心思 帮他们描绘出了 学生归来之后的美好前景 那么看似简单的配音 是否真如广告所说 那样随便就能学会呢 配音行业 又是不是真如宣传你说的那样 拥有着丰厚的回报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2017年 湖南卫视一档综艺节目 身临其境 在网上大火 也让出二次元深优爱好者之外 更多人对配音演员这个职业有所了解 一个人居然可以用老中青不同的声音 流畅地掩誉出不同情感的台词 优质的表演效果 也让一些观众 开始对配音演员这个职业 心持神往了起来 又想要学习配音的心思 但所有人都知道 想要成为节目嘉宾那样 电影电视剧配音 没有十几年功夫 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多数参加配音培训的人 想要从事的配音工作 并不是电影电视剧配音 而是电子书永生平台配音 那些配音培训广告中 所说的时薪上千月入过万的兼职 讲的正是这些工作 但这些工作真的有这么赚钱吗 在友生平台上 确实有时薪几百上千的配音 但无疑不是行业顶部的存在 刚入行的新手 往往只有50到80的时薪 有后期效果就做得好一点的话 也能达到80到150元 这样一算下来的话 就算时薪是80 工作8小时 一天也有640元 一个月轻松上万无压力 的确还是足够让人心动的 但行业里的老人会告诉你 这样算就太天真了 这个所谓的时薪 指的并不是工时 而是录音内容的时长 交上去了一个小时的录音 才能拿到这笔钱 而对于一个新手而言 出一个小时录音所花费的时间 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并且每天几个小时的录音 嗓子又能撑多久呢 所以绝大多数参加了配音培训后 从事配音工作的新人 在网上都表示 自己一个月配音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 首先配音这件事 并不是广告宣传中 以及人们想象中的那样 简单与低门槛 前不说嗓音好听 本身就是老天赏饭才有的天赋 很多人普通话说不标准 就想着配音了 更何况配音还有着营造现场感受 内心语言表现 重音停联 虚实结合的应用 人物的塑造等技巧 这些技巧都是需要大量时间练习的 门槛明显比广告宣传的要高得多 真正能通过配音赚钱的人并不多 另一个原因就是当下配音市场 其实和培训广告宣传里的 也有什么一些出路 在喜马拉雅 青田FM 立志F等有声平台 以及有声电子书新级之初 有声市场上的配音从业者的确不多 甚至可以说是一声难求 但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 行业确实已经进入到了配音培训广告中 所说的黄金期 但昔日一声难求的近况也早已改变 随着有声书市场规模的扩大 大量配音人士涌入 已经让这个市场供应趋于饱和 电台主持人姚迪曾在央视的采访中提到 全国播音主持艺术专业院校 每年毕业生至少上千人 但目前活跃的配音员 加起来也不过百人 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 当下的配音市场 甚至无法基层起庞大的就业人群 而这些配音培训机构 不仅仅是在宣传上夸大就业前景 在收费和教学上的丑闻也是频频爆出 很多学生通过1元9.9元的低价体验课 只能学到一些简单的发声技巧 课上更多的还是老师对未来的画饼 以及政客的推销 面对大几千元学费犹豫时 招生老师一则继续为学员 描绘之后的美好配音收入 机构会为他们介绍兼职 二则劝说学员办理贷款 分期来交纳学费 被美好前景冲昏头脑的学员 往往都会在诱导之下 办理分期贷款交纳学费 想着之后再通过配音兼职赚回来 但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前景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美好 交纳的费用还没有停止 因为接下来配音工作所需的设备 又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而更过分的是 许多学员在选择机构时 往往都是被名师所吸引的 但实际上上课的并不是宣传上所谓的名师 去年10月份 著名配音演员吕燕廷在微博声明 他和某配音培训机构的合作 只限于录制配音相关的20节理论基础课 并提醒大家辨别虚实警方受骗 次月吕燕廷再次发声 碰击其机构利用IP变相宣传 同时配音演员冯俊华 也在微博上点名 某配音培训机构 侵权盗用欺诈消费者 将自己为游戏王者荣耀中 子家仙子皮肤配的原因屏 套在广告演员身上对嘴表演 称其为学员作品并用于宣传 而给学员上课的老师 和所有培训机构的老师一样 根本不知道 他究竟是从哪来 有多少经验 一切都只能认听机构包装后再讲给你听 最后学多少也不得而知 在现如今的网络上 像配音培训这样职业培训广告 还有职业证书广告 简直是数不胜数 视频网站上的剪辑建模培训 Q空间的消防证培训 百度贴吧底的美容培训 投资培训等等 搞得我现在上网冲个浪都焦虑的不行 这种技能也不会 内科证书也没有 难怪别人都能赚到钱 而我赚不到 在这些职业培训课 和之前提到的配音培训课一样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坑 在黑猫投诉平台 有500条投诉与投资课有关 有近1500条投诉与消防证培训有关 课程质量差 虚假宣传 诱导消费 霸王条款等五花八门的问题 但即使有这么多坑 这么多的投诉 职业培训的市场反而越来越大 根据MOPTECH2020年 中国职业教育行业白皮修显示 2020年整个职业教育市场规模 有望突破6000亿 其中非学历职业教育占据了4000亿 大量的投诉与差劲的口碑 也会有这么多人源源不断的投入到其中 关键还是来自于焦虑 在这个信息和与知识爆炸的时代 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 同时就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根据中国青年报发布的大学生就业问卷调查显示 超过两层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毕业后月薪会过万 甚至有8.2%的男生和3.25%的女生 认为自己毕业后的月薪就将超过5万 另外有67.65%的大学生 认为自己毕业10年后 将达到年薪百万 确实在当下这个年入200万不够温饱 人动不动就刚下飞机 身在迪拜的互联网时代 大多数处在象牙塔里的学生 对于工作和收入的认知是脱离实际的 但现实世界不是霸道总裁的剧情那样 而是人均可吃费收入不到3000元每月 缺乏行业待遇基本认识以及职业规划 深陷渴望却无法获得高薪消利的大学生们 自然成为了职业培训机构眼中的香薄薄 轻松加高薪这样的宣传语 不断诱导着一批又一批即将走入社会的大学生 同时因为巨大的就业压力焦虑 而参加职业培训的人群也不少 这类人群中既有大学生也有职场人 随着工作内容复合性的增加 掌握多种技能的人在职场上越来越吃香 因此也有很多大学生热衷去学习热门行业 所需的职业技能 让能力可以达到行业要求 在越发激烈的招聘中占据高地 老老一辈的职场人也感受到了学历越来越高 技能越来越多 比自己有活力还比自己更便宜的后备所带来的压力 若是无法提高自身职业水准 不但会被优秀的后来者超越 更会有失业的危机 从大厂优化35岁以上的员工 上海大龄失业男青年给市长写求助信 我们都可以体会到 当下职场人的焦虑有多严重 更何况经历了今年原本发展火热的教培行业 在国家的一个政策下 整个行业都完蛋 几百万从业者都陷入茫然的情况 谁也不知道 自己所在的行业会不会是下一个 所以对他们而言 职业培训也是解决职场焦虑的重要途径 无论是扩充职业技能 还是储备提高竞争力 或是学习理财 投资等副业技能 都能使自己不至于走到没有余粮的地步 于是在无数人的焦虑下 应运而生的职业培训不断发展 但哪里有焦虑 哪里就会有生意 嗅到职业培训这一商机的资本 也在侵蚀着这一原本被人寄予厚望的行业 高举着手中的镰刀 收割着一批又一批的韭菜 当然职业培训中 获得收获没有成为韭菜的人也有 但无一不是拥有着清晰的规划 和坚定信念的人 学习知识和技能永远都是正确的 应该的 但不应该是被焦虑的 好了 这也是提出不同见解 立志要做最受都市精神小伙小美小的松果财经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